好我們現在要上個內容叫做礦物 我們說岩石是由礦物組成的 有人會問過分問題 現在是迅速何者正確 礦物由岩石組成錯 岩石由礦物組成 多數的岩石都有很多的礦物 我要你背的 花崗岩有長石形跟雲母 少數的岩石就是只有一種礦物 大理岩從石灰岩變來的 我要你背過 石灰岩的礦物叫做 石灰岩石的看案就好 那下個問題叫做 現在不會好的問題 什麼叫做礦物 這個問題以前會問現在不會問了 天然產出均勻無稽的固態物質 天然產出均勻無稽的固態物質 我們稱之為所謂的礦物 天然不用講了 就天然的雄厚 天然我們講過 地科指教天然的 均勻無稽固態 他也不用教了 來 無稽 地科用的無稽是舊定義 是古老定義 不是新定義 請問你 古時候什麼叫有稽什麼叫無稽 古時候的有稽無稽什麼分 二一 二十一號 起立 古時候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無稽 很微笑 古時候什麼叫有稽什麼叫無稽 古時候啊 不會 又變在我微笑 你真的從國懷的綠色味道 微笑什麼都不會 就定義 有稽是來自生命的 無稽是來自 無生物的 然後呢 現在變了 後來自從烏拉做完事就變了 現在變 來可愛的二十一號 起來 現在什麼叫有稽 現在什麼叫有稽 還是不會 你真是完蛋 完蛋 二號 二號 現在什麼叫有稽 暗示 韓叉叉的叫做有稽 很好 不要動 韓叉的化合物叫有稽化合物 現在第一 例外 我交了四個 就要講三個 一兩花 二兩花 還有一個 我 我交了一萬 有炭蛋上做無稽的 誰啊 有人跟他唸 有人跟他唸答案啊 一兩花 還有一個 三氧化碳 你錯 我不算講青蛙 青蛙酸我多叫 我叫你碳酸鹽 碳酸鹽 不是你的三氧化碳 CO3 碳酸鹽 OK 好 天然 無金 固碳 通常金質的就是有一定的方法會講一下 有一定的化學組成跟物理性質 不過 化物的化學組成通常不會是非常勸 比如說這個東西可以是鈴 可以是鈴 納叉叉 甲叉叉 都是同一種礦物 同一種礦物 OK 天然的結界固體 基本上都是礦物 那些都是瑪瑙 水晶 冰塊 鹽巴這些事情 天然的喔 然後液態跟氣態不是 液態跟氣態不是 因為要均勻 補激 固態 只有一個生長 一個叫做水銀 因為水銀是常溫常壓下唯一的 液態 金屬元素 二十一號搶 二十一號搶 搶 常溫常壓下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是水銀狗 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是誰 非金屬 誰 唯一的液態金屬是水銀狗 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是誰 我已經連過你三題都不會喔 你完蛋了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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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造都不算 要天然 人造 南極冰箱的冰 礦物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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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邊自然鋪翻的鹽巴是礦物 你在超市買的鹽巴不是礦物 人造的就不算 人造的就不算 人造不算 無雞 要無生物 有一些少數專家或所謂的生物成礦作用 這種學會有疑慮 不理 我們普通就叫無雞 還是無生物 以前會考 現在應該不會考 下列何者是礦物 下列何者不是礦物 掌握了三個重點 一 天然 二 無雞 三 物碳 無雞是要來自無生物 跟生命沒有關係的 OK 好 好 金質就是有排列 這也是一個麻煩的學問 因為有什麼六大精細 厚厚一大鹽一大堆 很好 我們講過了 只要現實學問很複雜 我們都變得很簡單 金質就是有一定排列 所以 非金質就是沒有一定排列 好結束 說來 不知道 不要離 不要管 沒有了 所以就說 扭定排列 叫做金質 就是跟各位講過 什麼叫做礦物 重點 天然 無雞 固碳 這樣東西叫做礦物 OK 那些人的 給你 你算不上了 我看我看你 給你 我看你 給你 你看你 給你